第一位是知名 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 在税务规划上 特别有能力 我的人生 一直都是照着规划走的 二十八岁考取会计师资格 三十五岁成为合伙人 四十岁实现财务自由 先立业后成家 我今年四十二岁 年纪也不小 希望半年内可以结婚 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结婚 这是我的鉴检报告 我希望卓小姐也能提供 一年内的鉴检报告 这一位是科技大厂的总裁 黄金单身贵族 但是眼光也很高 之前就有耳闻 卓小姐主导的 金融科技并购爱人 今天很荣幸可以见到本人 支付领域 也是银行开心的 说到这 我就想起了当年 我带领茂达 转型发展芯片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 力排重要 坚持 这只是给你 你现在可以相信 你现在在A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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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是非常知名的 研发工程师 在学校的时候就自行创业 写了很多炙手可热的 APP游戏软体 所以你不是1968 是六十八名字 卓小姐 他们三位都拒绝了下一次的派约 为什么 第一位杜先生 他觉得你在工作上非常地优秀 但是他觉得你需要放慢脚步 会比较有亲切感 会比较好接近 卓小姐的工作压力太大 感觉卵子不太健康 和卓小姐用餐的聊天话题 像是参加研讨会 让人消化不良 卓小姐打扮太老气 像是老社监和训导主任 让人没有恋爱的感觉 我打扮老气 帮我直接换一瓶 我知道这些让你很难接受 但是他们跟盛盈 在投资的时候 都提到一个 跟你前男友相同的观点 就是你太过于强势 给人压力太大 如果这一点 你不做一点改变的话 我说过 现在的我 不想 也不需要 再为了任何人去改变自己 或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难道你们连一个 愿意佩服我的对象都找不到 老实说 在我们的分析下 愿意妥协的条件不如你 更值得你去争取的 就要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做一点改变 我理解 对 三观 个性 情感需求 这些内在的状态 是不容易改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 在三个月内 达到你的目标 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一些外在的东西 先去努力 比如说 瑞丽的感觉先拿掉一点 这样就不是 卑躬屈膝地去讨好 而是增加我们的成功率 对吧 周小姐 我明白改变现状会让人不安 但是改变也是给自己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你愿意让我陪你重新出发吗 交给你了 我刚看你走路的姿势有点怪 应该是斜着磨到脚 会剑拔不拔 我心里有数 我需不需要下一段感情 我自己做决定 至少 我不能再骗选你了 快 姐 都退 我们光明磊落 从来没有假会员 绝对不可能有诈骗的空间 他拿到我钱之后就不见了 那是我绝部的存款啊 言姓女老板 言非被破溜酸